這版本不外乎,反正這設定的方式 你說像剛剛設定的基本 偏要設定買的 這邊不是有一個單位和指標 那其實不管怎麼變 它的單位基本上最通用的就是像素 這個是絕對不會變的 另外的話還有選取範圍 選取的話也一定不會變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合成的話 你一定要學會怎麼樣把你要合成的範圍給選起來 這個是也不會變的 然後還有塗層的概念也不會變 塗層我們不是把它貼上之後 它會新增一個塗層 塗層跟塗層之間有上下關聯性 這個也都不會變 會變的話頂多是一些特效它可能增加了 不過有些特效也許你暫時用不到 加了其實也沒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針對這一題來完成 首先第一個 我剛剛有把這一張圖 把它單位改變之後 改成用文件的尺寸 改成800x600 那我用的方法就是影像裡面的那個什麼 影像的尺寸 把它改成800x800 第一個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把壓實這一張圖 把它定義成圖樣 然後把它放到剛剛那一張圖 這一張圖裡面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壓值的部分 那壓值的部分的話 要怎麼放 你可以看到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剛好200x200 放過去剛剛好 可是如果以 假設你不會定義圖樣 你也不會放 那便你就要圖法鏈鋼 Ctrl C Ctrl V 慢慢把它貼上16個 一樣可以完成 可是很浪費時間是真的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用定義圖樣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 不過啦 以這張圖來看 將來其實我是覺得 以這個壓值 你可以做很多的 後面其實會講到一些濾性 第二類的話其實會用到濾性 濾性裡面的話 有個功能我覺得還蠻推薦的 比如說你假設這個是一個人 他的眼睛太小 你要把它放大的話 不過好像已經夠大了 可是你覺得 永遠都不夠大的 你就會想要把眼睛放大一點 那如果你要把眼睛放大一點 其實在Photoshop裡面 最簡單就是異化 異化裡面有個功能 這邊有個什麼 膨脹有沒有 那如果要把眼睛縮小的話 這邊有個Solo 所以你要把眼睛縮小 比較好玩一點 縮小因為是太大的 那範圍的話當然這個 筆刷大小啦 密度啦等等 那其實這個大概可以把它涵蓋 你如果把它按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眼睛會怎樣 它會縮攏 按一下 上面你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有沒有發現 眼睛變小了 有沒有 再把它縮攏 縮攏 有沒有 馬上變小眼睛的壓制了 OK 但是如果你把它恢復的話 很簡單 全部復原比較好 它要恢復了 如果你要把眼睛放大的話 很簡單嘛 這邊不是有膨脹對不對 我是覺得這個液化這個功能很簡單 大概很好用 應該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而且如果你要簡單修圖的話 應該這個就很夠了 至於其他的像筆刷啦 密度啦 壓力啦 頻率等等 你都可以去調整 甚至你可以再加上一些遮瑟片 不過這個可能複雜度更高 遮瑟片就是有一些你要做 有一些你不要做 你就可以 比如說像 你要眼白藥 然後眼黑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眼黑遮起來 它有遮瑟片的效果 OK 比如說要把它放大 一樣的道理 我就不調筆刷大小 如果要放大很簡單 點中間 或者是上下你可以移動一下 不對 這應該復原一下 把它改成膨脹 那膨脹的道理一樣 把它放大 多按幾下就放大了 但是你如果不太中間 你就要往下 好像不平均 這邊再一點 有沒有 好怪 OK 好啦 那嘴巴如果要放大的話 一樣 當然你這個可能筆刷要放大一點 可以把這個前段 再放大一點 OK 那這隻鴨子又換了一個樣子 所以我今天希望你把變化題 變一下就是 可能就是自己現在長的鴨子 這一題的名稱叫光譜鴨 可能你可以換一個寵物吧 像 如果你喜歡狗的話 叫光譜狗吧 或者是貓的話叫光譜貓之類的 然後換一下 或者甚至把它稍微 可以簡單的用一些裡面的功能 我剛剛是用濾鏡 這邊有一個異化 你可以把它稍微再變化 其他這邊 有空的話自己玩玩看 因為這些濾鏡的話 等於就是 讓你的圖變得更加的不同的一些特效 至於特效要怎麼用 我想還是隨人用 但你只要用的巧妙我覺得都很好 好 那這個是額外的 這個跟考試題目沒有關係 那它這個地方是希望你定義圖樣 所以第一個 我要把這個鴨子 就把它選舉去取消 選取有沒有 把這個選舉去取消的話 就是取消選取 不然會有虛線 那首先的話呢 把這個鴨子定義成圖樣 所以你就是編輯裡面有個定義圖樣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地方是不是要把這張圖 變成一個圖樣 那你就按確定 好 那你說併譯成圖樣之後呢 有什麼地方變化 你在切回到剛剛這一張800X800的時候 一樣找到編輯裡面有個填滿 那因為我有定義一個圖樣 所以你填滿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填滿裡面 就會多一個圖樣的選項 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啦 你要填滿圖樣的時候 一定要先新增一個圖樣 那如果你假設有增加的那個鴨子的話 你把它點選圖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下方會有自訂圖樣的選項 其中的話呢 就會多出一個鴨子 有沒有 如果你剛剛沒做就沒有 沒有就沒辦法填 那如果有的話你就選它 直接按個確定 它就填滿了 這樣夠快了吧 不然如果不會這個定義圖樣的話 那你就要一個一個貼 有沒有 就是一樣 Ctrl-C,Ctrl-V慢慢貼 會貼16次 浪費時間 而且貼完之後你還要移動 移動還要移動準 不然的話可能會偏 很浪費時間 好 第一個完成了 OK 所以它的這個題目 這一題的辦法 將影像定義成圖樣 然後呢 把它置入到這一張完成 OK 所以第二題 OK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的話就是開啟 PSD01-1 01-1應該是壓著的這個字吧 然後呢 將整張複製貼到剛剛的那一張 放大10倍 但是要保留鋸齒狀 關鍵就是說呢 你不能放大之後呢 它的鋸齒狀消失 不行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能夠把這張圖 找到這張 應該是這張 G2 OK 然後它 Ctrl-A 要把它貼在它的上面 Ctrl-C 所以記得 把這張整個選起來 就Ctrl-A 看一下它的尺寸大小 尺寸的話就是這邊 把它改成文件尺寸 它50乘50 所以放大10倍的話 等於就是變成500乘500 OK 不過它是要你貼過去再放大 所以你Ctrl-A C 對不對 然後到這邊的話呢 把它Ctrl-V 它會貼在剛好中間的位置 那沒問題 OK 接下來的話呢 要把它放大10倍 那怎麼放大10倍 還記得吧 就是 Ctrl-T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講 那個快速鍵可以Ctrl-T 這樣比較快 Ctrl-T就是你要放大或縮小 那它的位置 如果你記不起來 就在這裡 Ctrl-T 任意變形 然後呢 要10倍 10倍的話 就是把這個 W跟H 同時乘上10 那變1000 那因為兩個都要同時 所以記得 維持長寬等比例這個 要把這個鎖 點一下 然後呢這邊 多一個0就對了 變1000 有沒有 那就會出現 放大之後 它的邊緣有鋸齒狀 就是正確的 但是有個問題 你把它打勾之後 有沒有發現 它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什麼現象 剛剛不是有鋸齒狀嗎 為什麼打勾之後 那個鋸齒狀消失了 OK 那主要的原因 大概是這樣 就是因為Photoshop太貼心了 它知道說呢 你要放大 可是放大之後 太難看了 所以呢 它裡面內建功能 自動幫你把那個 鋸齒狀的邊緣 把它去掉了 有點像補差點 就是說 常常補差點 類似像 就是說一張圖 可能解析度不夠 所以你把它放大之後 它變成會有 有點像馬賽克狀 那其實Photoshop有功能 就自動幫你猜測說 你可能隔壁那個 點大概可以 所以幫你補大一點 比較不會有鋸齒狀 但問題喔 這一題其實它故意就是說 考你什麼 保留鋸齒狀 意思就是說呢 我不要讓它 幫我補那個 邊緣那個差異的點 OK 那所以怎麼辦 檢測力一下 檢測力一下 這個就復原嘛 好 讓它回復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需要設定一個叫做 編輯 偏號設定裡面的一般 在剛剛設定有沒有 我們剛剛是設定這個 單位和指標 的一般裡面 那請你看到上方 有個設定 什麼設定呢 這個地方有個叫 影像內有沒有 補差點 它的預設是什麼呢 自動幫你用什麼 還回增值法 意思是說幫你繞一圈看一下 也沒有 據此之外 有的話自動幫你把它變成平滑 但是我不要啊 那不要怎麼辦 很簡單 把這個功能 改成不要的那個效果 不要的話呢 就是哪一個 最接近像素 保留硬邊 意思是說你什麼事都不用幫我做 保留原來的狀態就好 OK 所以選這個 按確定 好那再試一下 Ctrl T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個鎖鎖起來 再加一個0上去 打一個勾 剛剛會自己補嗎 現在會自己補 不會耶 有沒有 保留原始狀態 它就希望做出來就是 鋸齒狀的效果 OK好 最後的話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在背後呢 多一個漸層 讓它變成有點像光浮壓 就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是完成的樣子 那我們現在的樣子 可是問題來了 那這個要怎麼做 感覺好像有一個東西 是遮住的感覺 有點像帶了一個彩色的濾鏡 有沒有 它讓有些顏色改變 有些不改變 那怎麼做 這個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漸層 其實就用漸層工具 那你說老師 漸層不對啊 漸層的話 它不是菱形的耶 所以你這邊其實可以選 它的 有沒有 形狀 這個是預設線性 還有放射 角度 有沒有 然後還有反射性 最後這個就菱形 所以其實是這一個 OK 至於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